哈嘍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我们来看到韩版天堂M黑暗 其实改版的完整内容 前面几个影片都是讲大纲 以及他们预告的相关内容 这次讲的是完整版 在看影片之前帮我点个订阅点个赞 感谢各位 那这次的更新有两个补丁 1跟2内容非常多 那我帮大家把重点全部看完了 基本上这种TJ还有什么 迁道更新这种例行性的更新 我就把它跳过了 因为我觉得不重要 我帮你们整理出5个重点 直接看他 第1个重点就是暗奇的改版 他这边有公告所有的技能更新 包含新增的神话技能 以及旧技能的更新 前身是什么 新增技能是什么 能力改变都有讲 这边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这个 分身国王前身叫做黑暗流星雨 各技能改动之后变 他是稀有止迹 注意一下这个是不能透过 不能透过一般转换取得的 必须要使用独特对应的稀有值技才可以转 好 再来往下看一看 好 这边有特别讲到 新神话技能卡里扶索 可以透过91级的升级奖励 选择香取得 或者是神话技能箱子 商城之作的取得 还有 从转值也可以获得这个技能 再来这个黑暗复仇 他是透过魔法商人取得的 这个技能原本是红技 他只是因为红技调整之后 他把下方为白技变成一招新技能 内容是一样的 然后再来看一下 这次暗奇的转值 有两招技能是不让转 第一个是船桌子技能黑暗之境复仇者 以及英雄技能虚空领域 原本叫做黑暗复仇 这两个技能是不给转 然后这次有完整公告 这个所有职业有带有稀有的 就独特子技的技能 王族是帝国引力 骑士是反击屏障大师 妖精是精灵之一缺 法师有两招 集体圣洁界以及黑暗之星 黑妖是暗影冲刺命运 枪手是天外救星 龙斗士是龙之精通致命 黑暗骑士是分身国王 神圣剑士是神圣盔甲至高 雷神是雷电一闪奥秘 那这边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黑暗之星他只能作为转换前的技能 你不能逆推 等于说你如果今天把法师的黑星转过去之后 你未来法师的改版 你是不能再把稀有技能转回黑暗之星的 NO 所以是稀有中的稀有技能 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好这是第一个改版内容 第二个重点就是 本次新增了一张英雄级变身卡 以及一个高级的绿娃 那这个英雄变身卡叫做赛拉 他的能力值算是红变里面相当优秀的 有攻速109%以及晕命晕抗 在红变里面有同时带有晕命晕抗 跟无视的卡非常的少 那这个卡要怎么获得呢 他需要使用250万的变身币就能制作 他的卡池非常优秀 有无视减伤加1 无视PVP减免加1 还有最大生命值加30 攻速加2% 必定要取得的卡片 然后再来是这个绿娃黑暗骑士女 他的卡持有HP加20 经验值加1% 他的取得方式可以直接透过预约奖励取得 或者是正常取得的话 就是要从游戏里面用娃娃探索取得 好第三个重点就是这个 存仓优惠 对这次存仓新增了这个海盗吊坠海盗项链的那个存仓 你如果是一般的海贼项链存仓领出需要500万天币 然后如果是祝福的话存仓领出需要花费1500万天币 算是蛮贵的 不过一般人比较不会存这个啦 小号不太能进海贼岛 然后再来是看这个我们原本的商城装备还有传送服的存仓 我算过啦基本上就是价格砍半一般的饰品就是原本50万嘛 现在变成25万然后英雄级的那个内衣跟肩甲就是100万变50万 然后一般的饰品就是也是50万变25万 再来是祝福的饰品就是100万变50万 再来移动服原本都是1000万现在变成500万 这叫做支配服支配服是1500万 然后幻想的传送服就是2500万 好第四个重点就是本次更新的圣物 这是圣物新增的13个包含神话传说 英雄以及稀有 那这个神话圣物的能力值我简单看一下 就是经验值加10%最大生命值加10% 技能冷却减少10% 技能等级加1还有晕命加5% 无视伤害前面加5 以及启动技能执行3%发动率 这个圣物看起来就是一个强大的PVP型圣物 因为有晕命加无视减伤 这个技能我相信也是用来攻击的 也是打控制能力的 可能可以 因为前一个王冠是被动晕1% 这个可能是绑角或是封印之类的 应该是蛮强的 好再来这次新增的妖精 终于有远程攻击命中的圣物 紫色圣物守护者之功 他有能力值是远伤加3远命加2 在圣物里面紫色好像只有那个 那格巴斯的魔杖有加到远伤3 然后晋伤3 这是第二个有加远伤3跟命中的 接下来大家请参阅咯 那本次新增的圣物收集品也非常多 因为多了13个圣物嘛 相对来说他的收集品已经塞好塞满啊 那这边有几个注意下 有两个 诶更正有三个圣物是属于稀有的 哪三个呢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第一个这个绿色圣物 保罗的钓鱼带 这个是稀有圣物 你无法抽卡也无法合成 他是用圣物探索取得的 第二个是金字形神塔双手剑 这个也是稀有生物 不能抽卡不能合成 他只能透过探索 第三个是这个雪花晶体 雪花晶体他也是稀有生物 只能透过探索取得 要最高阶的神话级探索才能获得他 好这三个之后未来 因为我们过去像那个黄金安迪斯那些 也是需要神话娃娃去探索的 但是我们都能够获得 所以我们也不要紧张 搞不好未来出现一些礼包或卡池 可以开到这种探索的卡池 也说不定 那我们再往下看 好本次还有新增圣物的双觉醒 第一个是能力值觉醒 能力值觉醒神话圣物就是 共通加利敏至加二 无视伤害减免加三 还有经验值增加12% 最大生命值加5% 技能冷却时间减少加6% 传说的话还有英雄都是区分为远近法三个系统 分别对应加到他们的伤害值 然后传说的话就是 无视减伤加2 利敏至加1 血加100 然后英雄的话就是 无视伤害减免加1 防御1 以及HP加50 其他的沟通能力都请参阅啦 那基本上我看到这个神话能力值 他真的非常的夸张 经验值再额外加12% 这个练功会差非常多 再来看一下这次还有另外一个觉醒 就是技能觉醒 圣物的技能觉醒 每一个圣物有5个技能 大家一样 等改版之后我们再来测试 因为现阶段是看不到技能长怎样的 这边比较特别是这个英雄 英雄生物只有4招技能 很特别其他都5招 连蓝的都5招 我不知道为什么 好 那再来这个新增的圣灵宝藏系统 这个圣灵宝藏就是所谓的圣物探索 圣物探索就是使用稀有级以上 技能觉醒有5级的圣物 就可以使用他放在神塔祭坛上面 进行探索 那这个探索所有祭坛都是需要 耗费480分钟 也就是8个小时才能获得奖励 那这边一样跟娃娃可以 开启额外的buff 比如说HP加200 然后回血增加 还有事件时间减少等等 那这边的宝藏大家请参与啦 像这边看到这个稀有的圣物 探索圣物是保余的带子 保罗的带子 还有那个双手剑 金字塔双手剑 以及最后那个最高级的神话探索 才会取得的雪花水晶 这边雪花水晶都是属于稀有的 那这里面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 他会有那个圣物币 他这边有机会获得圣物币 那这个圣物币是可以去制作成 那个圣物收藏的 本次又新增的圣物收藏 在这里 这个 圣灵收藏令牌 永久收集品 白绿蓝可以获得防御1 绿蓝红可以获得金字塔2% 蓝红紫 伤害减免加1 红紫金可以获得 性元法伤害加2 他这个 新物品圣灵典藏令的制作讯息在这边 大家稍微看一下就好啦 我是觉得这个很硬啦 因为像我们过去的娃娃探索我都还收藏不满 现在又多了个圣物探索的那个圣物币制作 超级硬 然后我们那个每日副本打的那个箱子开到的每日探索的硬币我也开不到 我都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给谁收集的 超级难搞 好那这个是这次的第四个重点 最后一个重点 就是这次开放的300万跟180万的限时技能书兑换 内容跟之前一样 都一样 那我们这边特别看一下暗琪的 暗琪的宏记是 可以选择 虚空领域跟黑暗防护其中一个 然后暗琪的子记可以选择 第一本是可以选择黑暗之云复仇者还有幻象 然后第二个子记可以选择 那个黑暗复仇复仇者 诶等等复仇屏障复仇者 讲错了 反 反 对 对复仇屏障 复仇屏障复仇者 还有这个黑暗之境复仇者 所以这个技能大家请参与 基本上就跟过去一模一样 只是 再度开放的名字有点不一样而已 好以上就是本次暗琪改版的重点整理 其他的气节我觉得都是过去的罐头讯息 没有什么太大重点的 好这支影片希望你们会喜欢 如果任何问题我们直播上再讨论吧 大家下次再会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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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